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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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练就了文心五谷气节 修成了先君菩萨果位的前人 那就是对我们成全特别多 也让我们感恩特别深的文词菩萨 李前人 民国元年 前人出生在门风菩萨 家道清苦的李家 自幼停讯严谨 秉性耿直忠厚 因在家排行第二 左林右舍都称呼二姐姐 二姐姐又时缠过小脚 长大后学会刺绣缝衣 也常到田园里帮忙工作 此外就很少抛头露面 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真净贤熟的美德 十七岁时 奉父母之命许配给刘军 刘家家家道小康 前人身为长席 夫君知书达礼 夫妇相敬如宾 这本该是个幸福的家庭 怎奈造化弄人 也不知是何姻缘 一户寻常的人文巨变 竟然一一发生了 分身一天 分身一天 仅仅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固作藏城 欲归流浮 顿目一家人 哦 奇了照花 变为捉弄人 前人余归流家之后 是公婆如己父母 待肘礼如亲姐妹 相夫教子 过着和乐的日子 奇了好景不长 几二连三的考验相继来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冠又一冠 啊 从不余生 泪水热滚光 痛是爱子的前人 每天以泪洗面 还得面对婆婆 比以往更难堪的脸色 更眼泪的口气 然而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呢 《河云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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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二连三的骨肉分离 叫一个弱女子如何承受得了 人生至此 真是哀莫大于心思 此后前人精神恍惚 茶饭不思 日夜难辨 最后连人也认不得了 原本端立的脸庞 顿时蒙上忧伤与恐惧的阴影 日复一日 了无声趣 二十七岁夫死子妖 留下前人孤苦一人 因年纪尚轻 婆婆预期改嫁 但她老意志坚决 事丝受结 就这样隔了一年 有位远方亲戚 看在眼里 心生不忍 劝请道 现今三草普度 听说求道可以超把祖先 你不妨求求看 或许对你有帮助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前人经谢老太太引渡而求得大道 仿佛暗夜得灯 苦海越舟一般 前人枯搞的心灵 终于重获生机 自此闻道不舍 勇往直前 虽然佛堂距离家里 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前人仍勤于研究 从不后人 外村请她老前往宣道 虽是路聊 一样有求必应 佛堂有班程 她老必抽时间将分内家事做好 不让轴里说闲话 甚至主动协助 以敦目轮场 后来前人觉得该超拔小熟了 若再有功德 也想拔就公公及夫君 因此决意吃素 拿定主意向坛主禀明 经请示殿船师后 安排清口日期 清口后的前人 再也不吃肉 婆婆也得知此事 每次见面 集对旁人说 我家的火神仙回来了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一语料中 后来果真修成鲜果 由于婆婆不允许另煮青菜 前人每日只有以咸菜做餐 如此长达三年 一切遭逢 力来顺受 有一天 一位走江湖的地理师路过 婆婆急请入家门看风水 地理师就观察所得 断言留家风水不错 婆婆大惑不解地问 既然如此 何以亲人接二连三的亡故呢 小儿现在如何 是否在受苦呢 地理师说 您的小儿现在在天堂享乐 因贵府有人持斋 把他给超度了 婆婆听了此番话语 态度极有转变 当天买了一束青菜扔给前人 只是言谈间 人不免数落几句 前人见到这把得来不易的青菜 感动得哭了 煮好后也舍不得多吃 吃一大口饭 才夹一根菜 仿佛这是世间无上的美味 民国三十六年 前人听说老前人奉师母辞命 选拔人才要到台湾开荒 心想这是报答天恩师德 了罪了愿的大好机会 不可错过 但又怕婆婆不答应 因此回娘家求母亲去说情 婆婆总算勉强应运 农历八月初七日 前人整理行装 来到码头 看同修们都有家属送行 唯独自己截然一身 不禁心中急需感伤 同行的前贤友 尽得大仙好情人 得慧菩萨张前人 及其子曹海盈先生 陈大姑 赵大姑等五人 连续四个昼夜的海上风浪行程 大家都苦不开言 白天吐得头晕眼花 夜来摇晃难眠 全身乏力 十分难受 尤其是前人 在家乡受尽苦楚 家是道物两头忙 身体已超劳过度 为侍奉婆婆 和睦肘礼 如协助才衣缝制 经常夜里赶工 精神也超过负荷 只剩一股意志力支撑 此时一上船 精神稍得放松 加上船只晃荡 所有后遗症一一显现 最后静止无法吃一口饭 喝一口水 烧一下肚 连胆汁都吐出来 可说虚脱到了极点 到了台湾的基隆码头 前人连东南西北 都无法分辨 有个好心人前来扶住他老 但上天为照旧栋梁 往往借人借事考验 某前贤说 你若此时受不了苦 须人服事 就不要来 可再坐此船回去 前人一听 立刻强振精神 此谢扶持之人 一步一步跟在后头 终于坚强地走到目的地 也就这样 跨出艰难的第一步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初八日 老前人也登上宝岛 领导前后数拨开荒人才 共有二十余人 诸位前贤出来台湾 真是困难重重 首先面临的是 语言不通 习俗不同 再者是大陆变色 隔断相训 紧接着钱币贬值 经济困窘 最后是圣级排斥 当局误解 重重重的难关 波波的冲击 却汗遥不了 这群开荒者的冲天大怨 词曲 李宗盛 千人风采 宇宙与芬芬芳 想起当年 浩家里天津 古花梦来 无人是一人 苍天为伴 谁来为不离 当时 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 抄着万圣口音要度人 可真困难 好不容易度了一些人 却被治安当局误解 展开真讯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天文地 何方有缘人 主动口门 独中的传心 主动口门 独中的传心 主动口门 独中的传心 爱日莫难民 独中的传心 众之为求 差点照见收 众之为求 差点照见收 主动口门 独中的传心 靠北 天文地 传心 各位前人 只有寇求老母慈悲过转 张前人更是姐妹情深 细心照料 五楼遍风 滅滅雨不停 身中变生 情人断音许 彼此改革 彼此变穹过 百水不息 扎过来经营 啊 同德同心 你住在同门 这段时间 前人在同德商行煮饭洗衣 一有空就到处度人 成全道亲 其中 成全灵化菩萨 尤其用心良苦 后来 却被亲贤仙长考验 而逐出同德商行 一举东门 一举东门 甘如飞复射 开舍困灯 大路如风封 尽 尽先导演 出突出同德门 啊 命运作对 你身是滚多 前人被逐出了同德商行 一时间无家可归 幸好 当时几位诚心的太太们 乃赶快集资购买通话街的一间旧房子 给前人住 念念不忘利益众生的前人 于是成立了历生佛堂 虽然解决了安身的问题 可是前人却是孤苦一人住在这里 每到夜里常提心吊胆 往往半睡半醒地 度过漫漫长夜 有时午夜梦回 遥望天边的明月 油然生起浓浓的香蟲 真是烽火家乡 今便何样 夜半私钦断肠 这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 每到风雨天 就让人胆战心惊 民国四十七年的八七水灾 更是屋顶被掀了大半 大雨倾盆 烟水至一人高 前人无处可避难 也无人可投靠 只好孤零零地抱着棉被 挨到墙角楼梯上 冷冷湿湿的 大顿到天亮 也许正如孟子所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心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心 增益其所不能 只是要受过多少的考验 风雨才会停歇呢 要吃尽多少的苦 才能了苦呢 没有人知道 然而 历经人世沧桑的前人 抱紧风雨淬炼的前人 无论处在如何艰困的环境 无论过着何等孤苦的日子 似乎早已安之若素了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前人 致个人甘苦于度外的前人 一心只想着到处度化人 到处成全人 民国四五十年代 台湾社会普遍贫穷 而且官考连连 报纸常有不时的报道 因此前人们传道极为不易 道物可说是在起步阶段 求道者不多 但在前人苦心成全下 能坚心度信 一路修办下来的人 有的已修成了正果 如灵化菩萨 贵慈菩萨等 还有如今的李老典传师 和各位老典传师们 民国六十年代起 台湾经济日渐蓬勃 乡下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 至此风云际会 李前人的道物也逐渐发展开来 有道士德不孤必有灵 民国六十年 沈秋美 笛儿等年轻的人才 一一发心随事在前人的身边 后来老前人慈悲有命 要李前人练三才 前人听闻之下 惊喜万分 赶紧磕头谢恩 从此 每日虔诚叩求老母慈悲 并且沉昆不休地陪着恋谈 他老得至诚感动得先佛 终于神解出字 于是练成了第一把三才 前人苦修苦练的智节 也终于感动得先佛 民国六十一年 先佛开始借窍成全 从此天人共伴 由于先佛的慈悲开示 唤醒了迷媚的众生 加紧脚步度化千鹏 因此求道人若意不绝 这股旺盛的道气 让前人无比的感恩与惊喜 二十几年来 二十几年来 道物推展不开 他老总是自责财得不足 冤身业重 愧对天恩施德 及老前人的苦心 如今 心腹波转 真不令人感激涕零呢 早期的法会 都是老前人亲自主班 各位前人合伴 由其 其前人与李前人乃患难之交 道义深厚 隔半较久 当时 前道人才由其前人带动 昆道人才由李前人成春 其老温温如雅 先冲敦厚 宝读诗书 痛诚达理 李老子质朴端庄 简约实重 慈悲忍辱 败者不恼 两位前辈同为道场 最好的乾坤典范 民国六十二年之后 老前人辞命 各位前人可以自行操办法会 于是 前人们也就渐渐各化一方 此后 前人带着三才 到各地开办法会 先佛飞乱显化 斑斑批出妙训 并且应急指点 感化 班员无数 许多的 栋梁之才 就在天人苦心 成全之下 纷纷发下心愿 投入修办的行列 渐渐的 道场中资深 操办 讲道 开创 各种类型的人才 均以齐备 学 修 讲 办 四环 并进 是以道物蓬勃发展 人才备出 道场也由台北 向全省各地扩展开来 佛佛老师有仙剑之名 乃玉部举盘 除了再三催促灵化菩萨 逆地仙剑大庙 更在三峡竹轮里 简老先生献帝之后 亲自定下子武县 于是前人后学同心协力 在民国六十六年 盖成了李前人领导之下的 第一间白羊大庙 三峡灵影寺 杭州的灵影寺 曾因寄宫活佛 再次出家而名扬四海 如今 三峡灵影寺 则因活佛师尊的坐镇道行 而道化九州 附近追袭 真是天恩浩浩 师德巍巍 民国六十八年 也就是一九七九年 台湾道物盛况空前 先佛慈世道运已暗转国外 前人逢人急问 谁愿出国开荒 诸位殿船师面面相去 不敢跨出此步 老人家本欲作开路先锋 但为整体道物设想 而被空学劝阻 后来 信由两位昆道讲师 自告奋勇 要前往新加坡 却苦无影线 老人家嘉许他们 有此志向 就像离老典传师 取了一位新加坡道亲的 地址和电话 交给他俩这个线索 并且亲自送他们上飞机之后 前人每天在老母连前 几千叩首 祈求二人平安 早日能把大道传到海外 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 一星期过后 消息回报 说有很多人要求到 而且找到房子 准备安设佛堂 前人乃派三才理解 先去探个虚实 不久后 他回电报告 恳请前人快前来开谈 两天后 前人带领三才神姐 在大家互送下登上飞机 这虽是跨出国门的一小步 却是迈向世界开荒的一大步 下机时 两位昆道来迎接 大家在一国相见 恍如隔世 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感触 安顿豪住处之后 每天候选们忙着出去度人 老人家就在附近 挨家挨户 敲门认识 首先度了住在同楼的黄老太太 更进而度了他们全家求道 前人此等精神 更令后学们不敢懈怠 每天马不停蹄 四处寻访有缘人 前人首度南洋之行 共有上百人求道 安设了新加坡第一间佛堂 画心坛 和第二间佛堂 菜式堂 从此 有无数猿人相继上岸 隔年春天 前人领了董典传师 三才和两位讲师 第二度前往新加坡 设了画心总坛 并在此开办两次三天法会 先佛慈悲灵坛 班员信心大发 这些班员 如今多已成为道中骨干 当新加坡已开荒有成 各位典传师也陆续出国开荒 并向前人秉明一切 前人只要听到有根基 很好的道亲 就十分欣喜 六十九年夏天 前人第三度出国 历与泰国两个月 半道 开坛 成全道亲 明礼发心 第四度南洋行 原本预定 新 马 泰 三国各走一个月 但在马来西亚 却遭到官考 被请去警察局 又上了报纸 新加坡 泰国的报纸 也相继登出 只好匆匆地飞抵泰国 又匆匆地飞回台湾 这次的开荒受挫 让情人难过了好一阵子 后学们只有更加努力 开展道物 来弥补前人内心的遗憾 前人一心只知半道度人 是众生性命大事 比自己身体重要多了 又因极度简约 舍不得吃好 又并也舍不得就医 今年累月下来 早已鸡劳成疾 但前人总是强忍下来 民国七十一年初 前人在雾峰开完法会 被上识 终于大量吐血 不知到底了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 进出中山医院六次 症状都是吐血 晕眩 身体极度虚弱 但前人的意志 却极度坚强 只要稍有体力 就马不停蹄 到处绊倒 主持法会 讲解孝道 很多人劝他老 稍事休息 都被训话 你们叫我休息 我愿怎么了 就在前人奋不顾身 坚持到底之下 民国七十二年 农历三月初 他老到中历开坛 点了七十多人之后 就大量吐血 不久即昏迷不醒 农历三月初九日 一大早 老前人赶到医院 他老看前人 已不能言语 挽救无望 教大家送回林隐寺 并对前人说 你在台受苦受罪三十几年 你就安心回天交职吧 众厚学闻听 悲不可疑 下午过后 各位前人 也陆续来探问 最后 他老勉强睁开眼睛 心跳忽强忽弱 似有千言万语 只好眼角擒着泪水 环视周遭每一位后学 十分不舍 到了晚上七点五十分 前人刻然尝试 回天交职 众厚学悲不无自生 齐唱哀歌 哭声正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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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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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知识必成绩 当凡尘流千才悠悠 千人永在左右 当凡尘流千才悠悠 千人永在左右 受丧期间 承蒙老前人坐镇指导 各位前人都来调问协助 令候选们敏感五内 由于前人大得感召 每天都有很多人回来祭拜 很多人看到他老显灵 可说是感应昭昭 不可生数 三月二十八日巨星殿礼 前贤后学齐聚零饮寺 约一千五百人 中后学如丧考笔 蹦哭诗声 当天大雨满沱 读电文时 闪电打雷 启灵时 又发生地震 闹前人说 李前人一生苦修苦练 今日出病 可说惊天动地 出病之时 雨慢慢地停了 大家簇涌而上 将寿墓下葬 百正之时 正巧十点正 短暂的阳光 正好破云而出 照在墓园 掩埋完毕 做好法事 又渐渐飘起雨点 等大家回到告别礼堂 又下起大雨 真是感谢天恩施德 前人大德 天人配合得如此恰当 在前人归天之日起 林隐寺四周的山上 开满了白色的油桐花 就在出病这天 满山遍野的油桐花 全部掉落了 真是连草木也同悲啊 前人虽然已经道成天上 但那不舍众生的菩萨大爱 尤如细水长流一般 不止暗中固佑着千千万万的后雪 更屡屡降谈 尊重灵 尊重灵 真是慈心广博 悲怨无穷 民国七十二年夏天 在新加坡画星坛 法会中前人借窍灵坛 述出了这一段文词新曲 我想后学心愁断 在天日日心不安 千千万万的誓愿 如赴流水已难返 后学啊 前后一致 待天宣化正于晚 为我知灵济我智 盛业无将得流传 想起前人的深恩大德 我们何其荣幸 能升为他老的后学 聆听前人的词讯法音 我们又何其惶恐 是否辜负了他老的深切盼望 从今以后 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情 来度过未来的休半岁月 更重要的是 如何继承起前人的精神一致 将林尹道场发扬光大 以报答天恩施责 前人大德于万一 我向后学习终断 我向后学习愁断 在天日心不安 我向后学习愁断 在天日心不安 我向后学习愁断 我向后习愁断 在天修化愁欲望 我向后学习愁断 在天下不在习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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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此促成了国内外 一连串的感恩忏悔 我向後學心愁短 在天日心不安 千千萬萬的痴緣 如浮流水難返 快雪啊 前後一枝 百年卻我又欲望 為我執領及我執 千萬萬的痴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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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萬的痴緣